大家好,我是Den 有关Lucera Pinkaran霸凌争议的受害者A某 昨天透过法律事务所公开了目前的立场 5月19号,主张受害的A某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 目前引起争假争议的 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的处置通知书 与委托人提交的 应有几人中学效应的处置通知书 内容一致 接着法律事务所也公开了详细的霸凌过程 2018年4月末5月初 委托人遭到了Kinkaran与他朋友们的霸凌 因承受不了持续的集体加害 在事发一两周后就转学了 之后在2018年6月4号 召开了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 加害学生Kinkaran 按照有关学校暴力预防对策的法律第17条 第一项第5号 收到了特别教育6小时 家长特别教育5小时的处分 学校暴力受害者A某 则是接受了心理咨询等的保护措施 法律代理人接着表示 在A某承受不了霸凌转学后 他们还是继续散播 是因为受害者本身的问题 而遭到强制转学了 等的恶心谣言 之后有人在论坛上传了 有关Kinkaran的爆料 Hibb与硕斯明吉否认霸凌 还表示会采取强烈的法律措施 因此法律事务所详细的写下 Kinkaran对受害者做的集体加害行为 以及因被误会是故意想要抹黑Kinkaran 而深受痛苦的A的心境 在附上Kinkaran以加害学生 收到处分的 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的 处置通知书 等内容证明发送给Hibb了 委托人不需要任何赔偿 只求能够删除与事实不合的立场文 并加上对于受害者的道歉 但是对此Hibb没有任何的回应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一样 让Kinkaran进行演应活动 因为无法承受 二次加害导致的极度心理不安与恐惧 结果试图 父母亲决定全面停止A的学业 已向学校表示资冤退学了 本立场文是为了圆满的解决问题 没有详细描述Kinkaran对A做出的霸凌行为 如果Hibb没有真诚的道歉 一直维持Kinkaran才是受害者这个立场的话 为了保护委托人 会公开学校暴力对策自治委员会的 处置通知书的全文 以及通知书上没有提到的 当时非常残忍的霸凌真相 并会考虑公开 当时为了让受害者来到集体加害现场 而发送的包含脏话的短信全文 为了不要再有二次加害 希望Hibb与Source Music能留意这一点 对此Hibb火速回应了 因为A某的法律事务所 将2018年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一部分 整理成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而发表了 对此公司会尽快整理立场后再发表的 所以拜托媒体们 不要只听现一方的主张而报道 再次强调 这次的争议 是从针对准备出道的成员散播谣言虚假事实而开始的 公司认为这种行为非常恶劣 才会马上进行法律措施 目前正在进行中 虽然该成员成为了躲在网络匿名底下 被恶意攻击的对象 但是公司没有积极解释的理由是 该成员在中学一年级时发生的事情 涉及到很多同龄同学们 他们目前还是未成年人 所以才会这么小心的在对应 但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 目前质疑一方的立场在传达 所以公司在检讨法律事务所的主张后 会发表明确立场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小心的在对应 受害者发送内容证明的时候 好好对应不就好了 竟然还无视 说King Adam才是受害者 出现学报通知书后 又说要采取法律手段 就是这样二次加害受害者才会站出来的 什么都推在受害者身上 真的很坏 因为我家爱豆也是嗨不 所以本来不想多说什么 但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所以嗨不早在4月份就收到了通知书 然后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提告爆料者 不是的话直接拿出证据就能解决了 怎么整理立场需要这么久呢 左属公司真的太恶劣了 看到内容证明了 也发表立场说是虚假事实 还让他活动一个月 根本就是参与了加害行为 大家最好奇的是 公司为什么要承受着形象受损 也放不下他呢 到底是为什么 在诸道前发生争议的时候 就有机会除掉King Adam这个风险了 但是嗨不因为傲慢的自信心 继续让他进行活动 对才17岁的孩子们失事了二次假害 霸凌不是道歉应该要退出 如果只是道歉就爬出来的话 现在在霸凌的学生们会觉得 只要以后道歉就可以了 继续会毁掉一个人的人生 然后今天早上 Source Music发出公告表示 Lucela平将不会参加今天预订好的 Music Bank以及视讯签售会 对于等待的粉丝们深感歉意 希望参与Music Bank 事先录影的粉丝们能够谅解 然后视讯签售会 会重新确定日期后再进行的 对于A某律师事务所的声明 以及嗨不得反驳 Liz Lampin临时取消新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Well wait